泳裝走秀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走秀的話是去年 大概每年夏天都會走 每年夏天都一定會走到泳裝秀 跟包括拍雜誌都會分配到泳裝的這個項目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水上活動 所以也是很喜歡買Bikini這樣子的話 那廠商會覺得說 人的形象是很符合的 你覺得穿Bikini有什麼重點要注意的嗎? 我覺得其實很多女生會只注意到正面 可能說大家會問說 那胸部要怎麼擠啊 或是肚子要怎麼縮 但其實挑泳裝的時候 我覺得也要注意到後面 就是臀線是不是包覆得好 然後還有腰線的部分 因為我 就歐巴 Day夏天很容易曬黑 而且我最近都會參加像鐵人三項 或是馬拉松的運動型的戶外比賽 所以就會曬得比較黑一點 所以妳算是明顯一點 因為她這樣往前 對 比較浪費的感情 比較浪費比較 比較浪費 好啊 而且我覺得說 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女生 都會很怕自己曬黑 但是我現在會覺得說 只要很健康 然後是自己原本的樣子的話 整個人就會發光了 不一定說 一定要刻意的美白 或者是甚至是美黑 只要是自己原本的樣子 就是最漂亮的 對 美黑 大家都很喜歡問我說 為什麼可以曬得這麼均勻啊 然後這個膚色的 其實為什麼會偏古銅色 然後或者是偏紅色 偏黃色的黑 都是不一樣的 其實美黑不光只是 不像說大家想的那麼輕鬆 其實也要一般的 那個苦心跟保養它 妳有沒有可能白回去 其實我如果 不曬太陽的話 就是還是會比較偏黃 對啊 那我就很好曬 還是像之前 冬天的時候 看到我的那個顏色 就回復成正常 也是比一般的人黑很多 給它自然 然後就以前 剛出道的時候 會很怕曬太陽 就走 在太陽其實它會撐傘 或者是用很多防曬的 那我現在就是 覺得說一個健康的膚質 才是最重要的 那妳講到鐵人三項嗎 對 現在很常曬太陽 對 我今年五月的時候 完成了我第一個 鐵人三項 標準的五1.5公里 然後之後五月底 又在澎湖完成一下 然後下一場是在 日月潭 也是 二十六號 對啊 也是鐵人三項 也是鐵人三項 我現在就是鐵人三項 或是馬拉松 以及各式運動類型的活動 都很喜歡去挑戰自己 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可以 因為參加這樣子的運動比賽 然後去發現 台灣各個地方 他們的特色 跟鄉間小路 我覺得還滿有意義的 你日月潭挑戰那個是多少公里 也是五1.5 五十一點五 前面五月都是 就是前面五月的那兩個 也都是五1.5 對 都是五1.5 這個應該叫什麼 因為已經超過全馬 是 它就是標準 標帖 簡稱是標帖 因為就是奧運他們的項目 標帖 這樣子 標準 可是你現在已經在超奧運的 沒有沒有沒有 它的那個 數字的 測量的 它的稱呼是這樣 但是還是變得是一個玩票性質啦 當作好玩 然後幾個朋友一起去度假 然後比賽這樣子